Photolima Photolima是一個沖殺小朋友的軟體 它是AI base 它直接幫你修圖,丟進去下載回來就好了 白話的講就是人醜醜的進去就會漂亮出來,這樣可以嗎? 讓我出賣我妹的照片 就這樣丟進去最多可以丟200張做批量處理 我們觀察到幾個結果重點就是皮膚的色澤亮麗 再來天空呢 也是天空很藍 當然不是那麼藍,它是屬於有點悲傷的藍 再來地景呢,我們來看一下地景 主要就是整個人立體起來了,有沒有看到?整個人就是跳起來,就是很立體 那麼普通的相機沒有大光圈閃景的傾向 也依然能夠有比較立體的表現,這是我所觀察到的 好,我們再來強化它 它還可以再強化普通的風格 這風格翻譯什麼? 這叫秋天的風格 秋天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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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什麼風格 如果你覺得太強你可以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有一個很GY的功能就是把眼睛弄大 但是,一點點 它不會像大陸那種把它弄得 跟那個死魚眼一樣那麼大顆 那太扯了 因為它畢竟它還是在專業上修圖上是可以用的 就是說,例如說人像攝影拍寫真的拍婚紗的 你叫進來之後呢,你可以第一個皮膚優化 對 第二個,眼睛加大 眼睛加大的幾種方式 透過化妝的方式 或者透過軟體修的方式 它的眼睛加大很自然,真的很自然 幾乎沒有擴展 然後呢,它有多北七呢 告訴大家 這樣就好了 對 它就是 你有手有腳眼睛 會用滑鼠拉進去搞定 它不用腦的你知道嗎 它的細部強化當然就是說 它適合 你說它適合哪一類人的購買 適合你懶得修圖 然後你不想學修圖 跟你沒有時間修圖 好的 這三種人呢,你要修圖好的圖 又很自然很真 又人家覺得可以接受 我給這個產品下了一個定義 它修過 變漂亮了 但感覺沒修過 再來它在風景的修圖方面 來請看一下 我們把背景放大好不好 好的 好,那這張圖呢 我們來看它的地景 原圖 喔,你看 它下面呢 黑 比黑社會還黑 黑呦黑黑 黑呦黑黑 這麼黑怎麼辦呢 就它啦 那麼各位看一下這張照片 在我講我以前的條法 來我們圓圖 圓圖 我們以前的條法就是在暗部的地方呢 我們去做所謂的圖層 我會把大樓割下來 或者是把建築物先割下來 做一個Layer 或者是特別暗的地方把它割下來 做一個Layer 然後再去做暗部的這個調量 調量調量 可是在調量的過程當中 你不是漏檔又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會燥掉 髒髒的 那這個軟體基本上這些程序都不用用 因為我們過去在調 我們以前的軟體是沒有那麼多細部 亮就全亮了 暗就全暗了 沒有說針對細節 就是亮部去做拉動 暗部做拉動 那麼因為它這是AI的 對不對 它有人工智慧 它其實剛剛看到那些虛線 其實它就在分層 它就是在算前景跟後面的景 然後天空還有建築物 哇我今天問才知道 原來這個AI是這麼的聰明 它就把你分析出了Layer層之後 再利用它裡頭的大數據紀念值 什麼叫大數據紀念值 跟大家講一下 在開發軟體之前 我們請了非常多攝影師 做before跟after 丟進去電腦 交電腦 什麼叫人類的標準 懂了嗎 那這個時候又來了 它的標準基本上是 八九十趴的一般審美觀 它又有智能的專業審美觀 什麼叫智能專業審美觀 就是有一些很傑出很獨特的風格 但是又不為廣為大眾所知道的 攝影師呢 他們會出一些很特殊的濾鏡出來 也陸續會增加對不對 對